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年和酒与社会责任促进会 推动不酒驾我行宣誓活动 国内外酒类业者 共享交通业者 汽机车安全协会代表也响应 宣誓杜绝酒驾行为 并且推动五大诉求 包含不酒驾 兵主敬欢不劝酒 控制饮酒不追酒 怀有身孕酒精占据 未满18滴酒不沾 一上任就即刻成立辅机的 交通安全有限比较的计划 那同样的我们跨去除大家 共同不断的开会 然后去执行各项的政策 以及规划的计划 那过去段期间也得到我们 具体的成效 那我发现 一个问题就是 从过去我们早期整个城市规划 我们都是以车为本 也就是一开始 都认为到要 让车通行能够走得方便 所以当初的思考早期 都是认为道路要宽 然后车道数要足够 那如果车道数不足够 就会压缩人心道的空间 会造成我们人心道 大家都会发现 往往不管是碰到 莫得了障碍文 绵电箱 小红栓 露树 等等 所以会造成 不管是一般的民众 或者是文艺族 或者是市场的朋友 甚至是长辈 甚至是推车玩花车 都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我们透过 在前年底 去年初我们成立的伏机 行人安全友善小组之后 我们不断的文化区进行各项的更善 到今天为止 我们不管推动了机车 推出人心道的连名计划 我们透过机车湾的方式 让机车不要在骑上人心道上 等等这些措施 逐步的让台北市 一步一步全区都改善完善 同样的 我在今年年初 也要求交通局及公务区 我们将原本规划交通友善的工程改善 原本为期 我说要输的三年一定要全部完成 所以也谢谢我们同仁 大家非常的努力 就以社会主任促进会呢 在2000年开始成立的时候 我们到如今 已经花了超过新台幣1亿的预算 来去做推广跟教育民众 总共不开车跟理性营救这一块 那我们也自己做非常非常好的点赞 在这一块 像我们的会员们 他们的员工们也好 我们都是会叫他们做代驾 或者是 骑公共交通工具 或者是德士也好 5688也好 或者是 甚至是 可以去找代驾 骑人 或者是 邮拜 邮拜我们其实蛮习惯的 非常非常习惯的 那 我们是比较严格的 那在十年来 我记得我八年前来台湾的时候 那一次 我看到了非常多的 就是公共安全的数字 那是还蛮蛮嚇人的 可是到这如今呢 我觉得 因为我们一起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 已经 其实我看到的数字 至少已经跌了差不多40% 在这十年里面 这是我觉得 企业跟政府单位密切合作 非常非常重要的 非常非常好的结果 那在数位转型这一块 因为数位转型的关系 我们也把 在推广这一块 变成数位化 那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 我们也成立了 不久叫我行的 网路上的 一个宣誓活动 那当然 只有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已经 好几年 没有做这么大型的活动 那从去年开始 很感谢台北市政府 跟我们一起联办 这件事情 来去呼吁更多的民众 在公共安全 尤其是不及有下这一块 付更多的行李 蒋万指出 目前暑假 为年轻人考照高峰期 加上考照上路后 对于路线交通耗制不熟悉 造成年轻人机车事故伤亡 相较其他年龄层更多 对于很多年轻 18到24岁 刚考上驾照 上路之后 可能对于整个路线交通的耗制 但是 装潢并不熟悉 再加上我年轻朋友 刚考到驾照 很兴奋 可能骑得速度比较快 所以我调除过去 不管五年 近十年 18到20岁 那些机车事故的迷离是标高 所以我们不断的希望 透过很多政策的宣导 甚至这一次 希望结合民间的力量 帮忙宣祝 所以除了告诉年轻朋友 绝不求架 不要追酒 不要圈酒 以外 我们这一次也跟大家分享 我们除了年轻朋友 考到驾照 驾训 考到驾照以后 其实也配合中央的政策 有一个高度安全的训练 训练班 我们鼓励年轻朋友 刚考上驾照 一样要去接受 道路安全的驾训 那我们台北市政府 跟中央都有补助 所以现在你一定陪我去接受 这样的道路安全驾训 是几乎免费 台北市民取得机车驾照后 在参加道路安驾训练 可获得额外补助 前50名还可获得全罩式安全帽 记者温宇俊 台北报道 台湾每年约有上万件大型车事故 居各类车种肇事率之冠 事故死亡率更高达3% 其中 因大型车的盲点 侦测能力不足 以及机车歧视与用路人 对大型车视线死角 内轮差的认知较低等原因 使得大型车事故率 死亡率居高不下 因此科技公司捐赠台湾首创 大型车先进驾驶辅助 及管理系统 给台湾守护者联盟社会公益协会 共同守护用路人的安全 其实它是一个全台首创 一个大型车 一个辅助以及管理系统 是一个教室的辅助以及管理系统 其实这个是我 我可能甚至相信也是全球首创 因为我们的传感器 我们的方案 其实用在非常非常多的应用 只是结合在社会公益的活动 的确是我第一次看到 那我也认为是非常非常重大的意义 台湾即将在2027年 政府会有一个强制性 希望在大型车要安装这个警示系统 可是我们认为 这个议题已经刻不容缓 所以我们其实跟飞鸟车用 我们已经合作超过五年 从去年的埃在家中 我们提供一些方案 针对一些弱势或在家中的一些安全 通过我们的方案 提供一些安全的保护 那今年这个主题 我们是通过出行 此次捐赠的系统 将优先安装于屏东县 嘉义县及台东县等偏乡 及有迫切需求地区的消防车辆 以先进驾驶辅助及管理系统 提升消防车辆的出勤安全 进而保障全民的安全用路环境 因为异味的事件多了以后 总是国家的损失 不管是撞到别人 或是被撞 或是一个损失 那我们很努力在想说 有什么方法 让这个损失能够降低 怎么从消防的捐证 事半以后 成功以后能够往外快推 这是我们把整体达到交通安全 所谓的目标 事半我会注意到 这22号示范结果是怎么回事 假设是可以成功的话 也许我们在消防单位 这边扩大推动是一个想法 那假设消防单位快速出行 都能够达到目标 我想要推动那一般的车辆的行驶 应该不会让消防车开这么快 所以你快算是我们快速快 透过科技辅助 除了让大型车的驾驶人 擁有更安心安全的驾驶体验 也有助于提升道路安全 让汽车 机慢车和行人 都能爱在途中安心前行 继续离席台北报道 游客提出要去的园区位置 由松亚散化身的机器人 马上引导前往 这是松山文创园区 最新建制的5G移动式 多功能服务机器人 去年创下路员人数 超过800万人次的记录后 松山文创园区 已经成为台北市 最热门的景点之一 在大巨蛋开幕后 预估造访人数 更渴望突破千万 因此如何提供 国内外游客更完善的服务 成为园区面临的重大考验 引进5G加AI的科技应用服务 就是松山文创园区 升级进化的关键 因为整个松山的服务力真的蛮大 6.6公顷 室内大概有3公顷 室外也有3公顷多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底下 我们觉得说民众有时候走不到一些点 那他需要一些帮助 所以我们也是利用像科技服务 像机器人来服务民众解决问题 其实松山现在就已经有很多的 志工是在做走动式的服务 但是我们发现这样还是挺不够的 所以民众的问题五花八门 我们把过去民众问的问题五花八门 变成一个题库 放到机器人里面去开始做学习 因为整个全基地打开可能还需要一个两年的时间 所以我就随着这样一个 已经先做了一个基础的见识 等到全基地打开 我们相信应该有其他的需求会再加进来 那我觉得这也是科技化服务里面 现在所谓的AI很重要一个项目 那另外像我们这次也在整个仓库里面的四号仓库 建置了5G的环境 甚至有360度的一个全视角 我们也在想象各种的展演的各种可能性 主导这项古迹创新应用科技服务计划 负责建构5G专网环境的台湾大哥大方面 也认为占地面积广大 又有室内室外空间的松山文创园区 很适合引进5G科技 让游客可以轻松漫步园区 体验更便利的科技服务 因为5G的特性就是anytime anywhere 所以呢 它的魅力必须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场域 里面做展示 那它也非常适合这种室内室外 非常复杂的环境 如果你用固网的技术 加WiFi 其实都有它的这个穿透力 还有涵盖度的问题 但是用5G原则上 就跟大家用手机一样 它的整个穿透力涵盖度 是可以大幅提升的 国法会副主委詹方冠表示 5G加上AI 是数位科技发展的关键 政府在前瞻计划 编列490亿元经费 就是希望鼓励厂商投入研发 让大家知道台湾不只有晶片 还能提供很好的数位服务 5G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开放架构 所以台湾的 我觉得很好的 这些ICT厂商 不用再去做电脑这些东西 因为他们也有机会打入 我们整个电信网路市场 可是我们必须要有能力 证明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实力 所以国法会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服励我们的国产厂商 能够制造5G的设备 能够推出5G的应用 当然希望也能够把这个业务 推展到全世界 台北市副市长林毅华 也感谢国法会的支持 促使5G国家队 与松山文创园区合作 让这个台北市区重要的古迹 也可以很时尚 并且充满无限可能 我们从原来5个出入口 边12个出入口 边每天5万人进到什么边来 所以大家都知道 那个服务量能 都必须要靠科技 来共同来协助 甚至为了让它服务更好 所以看到有战情中心 让我们可以知道 怎么样能提供更完善的一个服务 那再来呢 也透过5G 我们可以在能源的管理 反正更方便 基本上来讲 都会让它整个的大升级 通过这项智慧广告显示 与多国语言即时翻译服务 国外游客就可以在游客中心 得到所需的各项游园资讯 采用透明玻璃界面 更让外国旅客没有隔阂感 还有360度全景即多视角直播 加值人员管理及智慧数据全占情 管理平台等七大5G AIoT应用服务 也陆续建置完成 负责建立原区各项应用服务设施的 伪创数位科技董事长黄博团认为 这是个挑战也是个机会 这持续进行压力测试与设施改善下 全新升级的松山文创园区 将分阶段启用各项5G人工智慧物联网应用服务 欢迎国内外游客 一起来园区感受古迹观光新模式 5G春王导入古迹智慧园区计划 专案成果正式发表正式启动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导 天敌秀才严罗梦于2002年首演 是国光剧团金剧美学创始之作 也是王安琪教授在国光担任艺术总监管剑之作 22年来远赴海内外各地演出 如获无数戏迷的心 这次作为迎接国光30周年团庆前奏 也让观众见证到金剧艺术的香火传地 严罗梦天地一秀才是国光的金剧新美学的起始点 那么我们已经反复演过很多次 也已经传承给年轻的一代的演员了 那么今年这次再推出最主要的意义 就是第一男主角这个书生这个半日严罗 有了第三代的人选 我们第一代是原创的是唐温华老师 前几年圣剑加入又展现了一个崭新的气象 而今年周慈爱变成第三代的男主角 这是不是就印证了我们说的国光的新编戏 能够磨成传统戏 而且我们的卡斯不限一组 那么因为周慈爱当作了 担任了第三代的男主角 所以所有招编的角色都有一个大调动 等于是全员的大更换 那么这样的一个展现 我想是今年再推颜龙梦最主要的意义 同样意义深远的还有三个人儿两盏灯 由王安琪、赵雪军共同编剧 以极为唯美且细致的方式 挖掘女性甚至人性情欲的想象 2005年推出的时候 他得到了台新艺术奖 当前最重要的一个艺术奖 得到台新艺术奖的评审团大奖 那年台新的第一名是《如梦之梦》 那我们得到的是评审团的大奖 然后也得到了金钟奖 那个时候金钟奖还有传统戏曲 所以也得到了金钟奖的最佳传统戏曲奖 所以有这么多金、杜金加深 所以这个戏要称为经典 我觉得是一点都不需要脸红的 可是也因为它太经典了 所以后来我们就不常演出 因为我很保护它 我觉得这个戏我很怕演出走了味道 所以后来有一点不太感演 那么一直到现在 到今年我想一定要推出了 不然观众好日新又新 大家都不知道了 那一定要推出 而我们今年又有新的金音 有黄宇玲的加入 有林佳玲 还有最年轻的谢乐 所以这一组金音版 可以跟原创版放在一起 让各位看到我们的卡斯不止一组 我们是人人会演 然后个个都能演 天地秀才 闫罗梦将于9月27到29日 在台湾戏曲中心大表演听演出 12月6日到8日 将演出为美心编剧作 三个人儿两盏灯 喜爱国光剧团的观众可千万不要错过 记者李希慧台北报道 颱风夜里 嫌犯大那那的将扭蛋机一台台搬上小货车 这起起案发生在凯米颱风来袭当晚 三名男子因为缺钱花用又有毒瘾 因此将歪脑筋动到扭蛋机上 竟然到南港区一家夹娃娃机店门口 直接偷手价值共5万多元的4台扭蛋机 结果敲开林前箱发现里面没有半毛钱 就再往内湖山区丢弃在路边草丛 却忘了把最值钱的扭蛋带走转卖 南港分局方面说明侦办经过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日前 巡线查获三名男子与台风夜窃取扭蛋机 经店家发现后报警 警察为三名男子因缺钱花用 趁台风夜驾驶自小货车至案发地 将4台扭蛋机切走 并再往内湖山区破坏扭蛋机林田箱 为发现箱内无现金后 便将扭蛋机窃取路边草丛离去 然三名窃嫌人南淘罚网 遭警方一一查获 警方调约店门口及沿路监视器画面 陆续逮捕三名嫌犯 三名嫌犯都有窃盗和毒品前科 警方已经依刑法加重窃盗罪 将全案含受40地检署侦办 记者张琪腾 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折折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 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 两年以下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 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 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日本自民党青年局访问团出席北市府的交流会 日本青年局海外研习团多位国会议员以及北市年轻学生代表对谈 青年局长林木桂子也发表演讲 台北市长蒋婉安表示 这次交流是落实北市与自民党青年局之间密切合作的具体实践 现场引用日本动漫航海王日文台词 《我们是伙伴》引起热力回响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在台北市政府接待来自日本的好朋友 许多是我的老朋友 那同时今天现场也有许多我们台北市的年轻朋友 学生代表能够有这个机会大家聚在一起 我想是非常难得的经验 首先当然在今年的五月我到日本东京访问 当时就有拜会自民党青年局 受到林木局长以及许多青年局朋友的热情接待 非常感谢 当时我们就有谈到 在6月1号台北市的青年局正式成立 可以跟自民党青年局有更多具体的合作 今天能够邀请到新党青年局的海外研修团 与我们台北市年轻学生的代表对谈 以及邀请到林木柜子局长来演讲 我想这就是当时我们所谈到的 能够密切合作具体的实践以及落实 就是民党青年局跟台北市 我们是有非常力切的交流 很多都是我们非常好的朋友 那今天这样的安排 我觉得非常难得 那更重要我们也希望 让台湾和日本之间 这样非常紧密的关系能够持续 能够让我们年轻的以待 也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彼此 交互的合作 我们台湾的年轻朋友 有看过航海我们的局長 所以里面有一个经典的台词 我很喜欢的叫做 俺たちは仲方 所以我常见到很多日本的年轻朋友 都会跟他讲到 因为我也很喜欢航海我 也告诉我们日本的朋友 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 所以也透过很多 不管是文化 这个女士 漫画 大家可以相互更加彼此了解 那我相信这一次 日本青年局 他们还有一些团 选到来台北 也是很希望 能够跟我们台湾年轻学子 有一些互动 相互的认识 再次感谢屏幕局长 以及我们所有日本好朋友 这次前来台湾 日本的自民党的青年局 成立历史悠久的 我们非常多可以去学习跟交流的地方 台北市政府青年局也成立很久了 到现在可能已经进入第三个月了 今天的交流可以当作是第一步 台北市青年局 会以四个认识作为目标 持续的跟这个世界 跟我们一起同情 这四个认识就是 认识职场 认识社会 认识世界 认识社会 那我们就期待今天接下来交流 也期待 从今天开始往后 每一次有更多 日本的朋友 交流的经济 谢谢大家 那天 夜は特に煌びやかな街 那些人 我会认识 在五月 我会认识 在五月 我会认识 我会讨论 我会认识 一人だけじゃなくて 委員局長をはじめ デリゲーションの皆さんで この夜の銀座のご参考をして しかもそれを動画に撮りながら そしてそれを市長のインスタグラムに 投稿してくださっていました 是非我が方の宣伝局のメンバーも 市長のインスタグラムをフォローされてください すごく発信力がある そしてそのストーリーというか 伝え方というものは 政治家をとって極めて重要なものだな いかに伝えていくか ということが非常に重要だなということも 皆さんも共感をされると思います 私たち政治家は 幸せは何かということを 定義をするのが仕事では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私たち政治家の役割と そして責任というのは 皆さんの追い求める幸せを 後押しをしていく それが私たちの役割だと思っています だからこそ時には難しい政策 議論を呼ぶような 政治判断というのもあると思いますが 市長のように発信力であるとか そしてまたしっかりと伝えていく こういった強い素晴らしいリーダーが 皆さんが持っていらっしゃるということを 心から経緯を強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我々自民党青年局も市長と そしてまた台北市の新たに この青年局の皆さんとともに 未来を作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今日は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活動包括促成海外演習団 与台北市年青学生代表對談 讓雙方青年局攜手合作 以及林木桂子局長演講 講完希望未来透過類似活動 帶領台湾與日本年輕人 起居一堂 彼此之間能夠更深入的了解 建立更緊密合作關係 記者問君 台北報道 這個是父親節的禮物 我就看不懂 13歲的家安 母親在兩年前病逝 留下他和三位弟弟妹妹 泰國籍的父親 因閱讀中文有困難 身為長子的家安 努力成為爸爸的最好幫手 可能爸爸他會有 公司可能有通知單之類 或者是我們的學校 我就會可能幫他唸 就是在他中文沒有那麼熟的時候 還有可能在家裡 我也會幫忙用照顧及弟弟 之前就是我的負責上班工作 拚命的上班 小朋友都是我和大哥去管去看的 現在我是分一點的時間 給小朋友們 母親是越南籍的小展 出生後就因照顧問題被送回越南 八歲回到台灣就學 因為不會中文 在自身努力與學校加強輔導下 成績穩定上升 一開始是先從同學中午吃完份就會睡覺 但是我是會一個禮拜三天時間會中午去那邊學 然後學完就回班上 回班上回家之後再用手機或電視播一些中文的教學影片 然後再媽媽學班 那媽媽有教你嗎 媽媽有 就是一開始剛來學校一個月的時間 媽媽會請假 然後一個月就一直在旁邊翻譯給我 老師在說什麼 媽媽有什麼話想要跟小展說嗎 有點不好意思 我就是想說 就希望兒子是好好的長大 然後長大之後就變成一個人才 媽媽現在也老了就希望以後日子就靠他 然後他我希望他是變成是一棵大樹 想他出爸爸生病的時候 是你一個人撐起了這個家 母親是印尼籍的小雅 父親因病造成腦部損傷 母親中文讀寫較吃力 成績優異的小雅 協助母親完成低收入戶申請 減輕家中負擔 最大的困難是什麼對你來說 剛開始的時候就是收入不穩定 小雅讀書會也要叫 然後就想這個要這麼申請 申請付諸才可以幫助小朋友 對 所以媽媽是會講中文 但是中文不會 你是讀跟寫比較困難 對 就是比較不會一點 對對對 那一些資料怎麼辦 你真的要申請的時候怎麼辦 就是教小雅幫我寫幫我看 所以是小雅來寫那些資料 你有沒有因為這樣然後覺得說 我以後要做些什麼不一樣的 就是自從爸爸生病之後 就只剩下媽媽 然後媽媽也是沒有懂很多 然後那時候就是要申請一大堆東西 然後我就是跟媽媽一起去跑 就是去公所啊或醫院啊 做一些申請 然後所以我也懂一些那個程序什麼 所以你現在連所有的程序幾乎都很熟了對不對 然後就是我想要往那個法律的方向前進 所以現在小雅剛生國中而已 他已經有這樣子的想法了 在家福基金會輔助的個案中 有3799戶是新住民家庭 佔了14.7% 其中6乘6是單親 而弱勢新二代首要困擾是學校適應 且有近半數弱勢新住民家長有生障或疾病困擾 在沒有求助或支援下 將成為隱藏在社會中看不見的貧窮 家福輔助的家庭當中 有15%是新住民的朋友 他們最大的困境就是在孩子的部分 學校適應是他們最大的議題 超過五分之一的孩子 大概21%左右的孩童 他們在學校適應上是有一些困難的 而在家長的部分還有孩童的部分 另外一個議題就是在身心障礙或者是疾病 等等的議題 大概有16%以上的家庭都有這樣的困擾 因為在整個疾病方面 讓他們在很多的工作上就業 還有在生活上面都會產生一些困難 也就是在經濟部分也就會有很大的議題 那無窮世代最主要在今年關注到這個 比較看不見的一個貧窮 就是一般社會當中對於新住民的朋友 可能在他們在孩童在學校適應 以及在文化語言在生活適應上面 可能沒有那麼大的去關注到他們真正的一個需求 所以透過無窮世代的一個訴求 希望能夠幫助他們看到一些在社會上 能夠有更多的關注 可以在學習的一個品質上面 還有生活穩定等等的可以得到更多的一個幫忙 家福基金會在無窮世代的部分主要有四個大的一個目標 包括生活穩定 教育提升 能力建構還有極難救助 那特別是在教育提升的部分 我們提供了像獎助學金 以2023年最近這一年來講 我們就提供了四量五千人次的一個獎助學金 其中有15%以上是在新住民的一個關懷上面 另外在學用品的一個補助上面 也是無窮世代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特別是他們在一些學習工具 還有在學習資源的部分 這個部分一般社會大眾可能關注的比較少 所以透過無窮世代一個集體的一個力量 能夠讓他們這些孩子能夠在學習用品的部分 得到比較多的一些協助 為了接住這些被遺忘的孩子 幫助他們逆轉人生 家福基金會延續長達12年的無窮世代計畫 今年募款目標為8000萬元 期盼社會大眾伸出援手 祝弱勢而少安心學習 好好生活 記者李奇惠台北報導 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盒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基上盒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搞正市場合法秩序 支持影視產業 安樂區基金一路路段已經有自癌水公司一區處人員開始挖掘探勘路面下的情況 準備汰換已經有40多年歷史的老舊自癌水管更換新的口徑更大的自癌水管線 來滿足對安樂區大五輪地區現有3萬人口的供水需求 因為基金一二路這段路面下的老舊自癌水管經常抱管影響正常供水 立委林佩祥特地向中央爭取4000萬元的經費 並且邀請市議員鄭凱琳自癌水公司一區處人員和市政府公務處 以及安樂區長當地里長等人聽取施工簡報 預定從8月底開始汰換這個區域雙向400公尺長的老舊自癌水管 預估明年中旬會全部完工 讓這個區域大約2000多戶住戶的自癌水供水會更穩定 安樂區大五輪地帶 其實當初在都市規劃設計的時候 絕對沒有想到有一天這邊會有3萬個安樂區的居民居住在這邊 所以說我們這個水管爆掉的事情 從我從2021年跨年那一天我就開始看 那中間我自己本人也在這邊看了三次 三次以上這個水管爆掉 然後我們要趕快修地下水管的事情 那既然說現在已經到3萬人 那我們每天他們每天的生活用水 都是用本來40幾年前 可能那時候都市計劃不到9000人的水管 去打上去硬壓上去的話 這水管破舊了而且水壓也未免太大 所以這次沛翔蠻幸運的 可以保留預算 爭取到將近兩段工程將近4000萬 或4000萬以上 來去做這個我們安樂區大五輪 基金一路的地下水管的整個泰換工程 那因為這個泰換工程 尤其是我們看到基金一路 車流量其實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我也要特地 我特地欠請我的前同事 我的好朋友鄭凱琳正義做 一起中央地方一起聯手 務必要說在明年中旬的時候 能夠順利的把這整個基金一路 基金一路的我們最常看到漏水的這些水管 一次把它汰換完 讓我們安樂區大五輪3萬以上的居民 能夠順利的好好的用水 不會怕說有天忽然停水 然後或者水管爆掉之苦 我真的很感謝我們沛翔委員 這麼努力的來爭取把這個經費能夠保留下來 放在我們大五輪地區 來整建我們的水管的一個工程 在這邊我們也希望說 交為計畫的部分 能夠趕快的盡速的能夠完成 讓我們這邊的一些水管的工程 能夠盡速的改進 而且因為剛才委員也有講到說 這邊直接到了明年年中的時候 我們希望說整條路線 從我們這個112巷口 一直到我們的北京華夏 這整段的所有的水管 都能夠施工完成 汰換完成 在這一段期間 當然我們交通的部分 一定會非常的課難麻煩 所以也希望說 各位經過此路段的所有的好朋友也要注意 立委林佩祥和市議員鄭凱玲 也要求水公司務必和市政府配合 一起做好施工期間的 交通維護管理措施 避開上下班尖峰時間進行施工 把對交通的影響降到最低 也盡力依照騎乘完成新的自來水管的鋪設工作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充滿熱力和爆發力的2024陽明海運主辦的跨聯盟籃球邀請 將從8月24號到8月31號之間 在基隆勢力體育館登場開打 總共有包括TPBL聯隊 SBL台灣啤酒 台灣銀行亞大藍代表隊 彰化不利利 U22菁英潛力培訓隊 以及菲律賓大學和曼谷大學兩支外隊等八支球隊參賽 那我第一次拜訪童議長的時候 到他的辦公室有發現 他最主要的工作應該就是NBA的球員 還有棒球的球員都放到他的展覽裡面 他沒有介紹市政 他是介紹這些的球員 而且代表說他真的很熱愛運動 包含他對所有的籃球棒球的球性如數加征 那也是藉由童議長的關係 讓陽明海運這次能夠冠名贊助 讓我們賽事能夠更加的充裕的能力跟經費 可以邀請到今年有兩個外隊來到我們台灣 然後今天比較特別的是 除了我們SBL的三支禁禮外 包含了亞大藍的代表隊 還有我們包含了二歲期以下的培訓的隊伍 這項邀請賽完全免費開放民眾入場觀賽 協辦單位基隆市議會議長同梓委呼籲 喜歡籃球運動的好朋友們 踴躍入場觀賞好球賽 也為所有選手們加油打氣 那非常謝謝我們謝謝議長 謝謝我們藍協的所有工作人員 大力來支持我們基隆籃球運動活動 那我們這一次其實也非常特別 包含了我們邀請賽第三季第三次 那我們因為大家都可以看到最近的奧運 然後我們非常羨慕這個日本隊 所以真的有這個機會站上奧運的本台 也希望我們台灣有少於日有機會 可以站上這樣的國際舞台 所以籃協來舉辦這樣的活動 讓我們更多的年輕球員 可以投入更強度的一個比賽 然後這次也邀請了曼谷跟菲律賓大學 來台灣來跟大家做一個交流 我想在未來一定對我們的籃球運動 有相當的幫助 這場邀請賽也將是台灣男談喜秀 大顯身手的最好舞台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畫面上是愛三路跟仁惡路口的車道 在尖峰時刻 執行的兩個車道經常會塞車 因此有機車族會利用左轉車道進行執行 但依規定會被檢舉開單造成困擾 向議員提出陳情 這個路口因為是一個平衡的車道 也就是說有兩道直行兩道左轉 那民眾的這一個陳情他們主要認為說 第二個左轉車道常常會有車輛需要執行 因為其實在執行車道的最右側這邊 常常會有車輛佔用的情況 可能店家要上下貨或者是有排班計程車等等這些問題 所以實際上這個執行車道大概只有一個半的車道 那左轉車道的車輛相對比較少 因此他們希望能夠在第三個車道的所謂專用的左轉的這個車道 能夠把它改成直行同時可以左轉 但因為交通處擔心機車的左轉跟直行的汽車會在前面路口發生差狀 因此我們建議我們交通處去研議用預告的一個方式 那同時也參考看看外縣市尤其是雙北 有沒有辦法在第三車道的部分讓機車僅限執行 而不會產生這個車輛交織這樣的一個危險存在 那也感謝交通處同意在一個月內研議完成 交通處這邊說明一下這個路口的狀況 那以前在這個第三的車道是配置一個直左的車道 是可以直行也可以左轉的 那是在我們110年的時候第39期易造市路口 有檢討這一個人兒愛山路口 那它是我們這個基隆市的造勢率第三名 蠻高的一個易造市的路口 那我們那時候就是考量在那時候因為配置了直左車道 那發生了大概總事故裡面一半左右的一個左轉車道事故 所以那時候才研議把它改善成兩個左轉的 專用車道跟兩個直行的專用車道 那今天既然有這個直行車輛的需求 那我們交通處後續會再來研議一下這個管制措施可以來怎麼樣的去改善 那我們同時也會在前面再找一個適當的立崗位置 那設置一個預告的標誌讓車輛可以在上游處可以提早的去變換車道 那先暫時解決這個執行車輛 勿走這個昨晚專用車道的一個情形那以上 艾三仁二路口是基隆非常重要的交通節電 尖峰時刻車流量非常大 而且行車動線也相對複雜 期盼相關單位妥善研議規劃 讓行車順暢又安全 記者黃志生 陳淑平 基隆報導 被掏空以及流失地基的孔洞 有些地方已經比一個成年人的拳頭還要大 比手臂還要長 這裡是七瀆區馬南里大城街24號住戶前面 緊鄰馬林坑溪的地面情況 危及當地住戶和登山客的安全 因為這條路也是通往馬林地景石石山的重要登山通道 我想日前我更會接到我們大城街20 22 24 祝福代表的環營 這邊裡面道路是屬於公有地 還有掏空 甚至歸裂 會影響到這邊行人的安全 尤其這邊的話也很多的 因為旁邊就是十四山的一個登山 登山步道 那入京的人平常假日的也很多 那為了安全起見的話 耿輝在這邊也呼籲我們市政府相關單位 要盡速來這邊現堪 以尋求解決方案 以便這邊呢 維護這邊出路的安全 尤其這邊的住戶 市議員張耿輝接到住戶陳情後 特地到現場關心 呼籲市政府相關單位 要重視這個問題 緊速改善 務必維護住戶和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連續的民進黨有這個計畫 不斷地在進行一些策反 市長謝國良 副市長邱佩玲 及立委林佩祥三人親自出面 針對進來訪間 謠言四起 公開說明 破除謠言 扭曲了所謂的罷免制度 說什麼罷免我 副市長可以補證 就是扶證 這些都是民進黨所創造出來的一些策略 這兩個策略目的都指向一件事情 就是分化我們有史以來在基隆 最合作無間的團隊 我想國人朋友都已經看得很清楚 因為剛好今天有人傳給我是在 這個小草群組裡面 就說了我們要讓我可以做證的 所以要罷免謝國良市長 事實上大家都知道 我們是政務官 都是市長任命的 當市長被罷免的時候 我們是團進團出 我也跟著被罷免 所以完全沒有存在那樣的理由 我覺得非常可笑 所以一定要出來做一個很清楚的說明 市長謝國良認為 是民進黨不斷進行策反 希望民眾能夠看清楚 我們財政的改善的程度 在去年112年 是排全國縣市組的第二名 而且我們的年度預算的編列 以及執行 在前一年的税入都有更加的提升 所以在國良主政下的第一年 人口提升了 税入提升了 再不減少了 這個就是事實的情況 但是呢 就好像有民進黨團 為了罷免 就會挑一些 一些毛病 一些問題 在10月13號之後 我們也有預計 在每年的第四季 我們都會邀請罷免團體 來派代表 來市府演講 跟我們進行對話 而且只要我在任的一天 每年我們都會舉辦 跟罷免團體這樣子的一個相關活動 所以基隆恩事我都會關心 我會幫國良市長 因為他在幫基隆恩做事 就這麼簡單 如果今天誰做得好 我不會令於說讚美 可是誰做得不好 我必須贊書來講 我不同意罷免 因為我不想看到霸凌的人 能夠囂張 我不同意罷免 因為我自己知道說 如果我姑息這些霸凌的行動 下一個可能不會只有我 任何跟他們不同意見的人 都會受到這樣的霸凌 都會受到這樣的跟騷 針對市長謝國良出面闢謠 民營黨議員張志豪 張浩漢及鄭文廷 也做出了回應 我們對於謝國良市長 在10月13號之後 還會不會當市長 真的是完全沒有任何的想法 所以更不會覺得他卸任之後 會誰來當市長誰不來當市長的問題 對我們來說 我們民進黨的立場很簡單 我們希望在下一屆的市長選舉 也就是2026年的市長選舉 一舉的贏回市長的位置 這個就是我們唯一思考 跟努力的目標 所以我們根本沒有在思考 補選怎麼樣 或者是謝國良市長他卸任之後 誰要接任誰不接任 這些東西老實講 國民黨裡面人才積極 又不是只有邱佩玲副市長 一個人可以取代 可以取代的人這麼多 有意願的人也很多 我們根本不會去思考 誰應該誰不應該 誰想要誰不想要 這個東西對我們來說意義不大 真正重要的事情 就是現階段 基隆市政要怎麼樣改善 因為不管怎麼樣 現在到10月13號之前 謝國良就是基隆市長 謝國良說基隆市的一個稅率增加 但是主要都還是來自於中央一般性補助款 給予基隆市更多的一個支持 另外針對於他說執行率的一個部分 其實大家也可以從審計室的一個報告 明確的看得出來說 針對於一些社會面向的一個 預算的一個執行率 真的是全台灣排名 吊車尾的一個程式 所以我們不知道到底 謝國良市長有什麼樣的一個信心 那說這是優勢以來最好的一個表現 我相信包含了在5月 民調的一個資料就可以顯現出來 其實市民對於整體的施政狀況 跟預算執行的狀況 都還是感到極度的一個不滿 所以如果他只能用自己看到好的部分 認為說基隆就是好的話 那我相信對於基隆市政的 未來整體發展一點幫助都沒有 那謝國良市長你到底在怕什麼 什麼叫做你隨時都會找霸良團體來溝通呢 你把人家當作機器人把人家封鎖 這叫做溝通嗎 所以在一個公開的場合 雙方的意見彼此並程 讓全體基隆市民都能夠清楚了解彼此的主張 最後做出正確的一個決定 基隆市長罷免案 預計在10月13號正式投票 藍綠陣營各自表述 希望讓選民自己判斷 記者黃少民就用報導 其實 今天就是來到這個中正護身事務所這邊 來簽署我們的公辦的電視辯論的 那個議員表 那我這邊也邀請我們謝市長 一起來站到我們的辯論台上 一起針對我們市政的問題 來做一個公開的說明 讓市民可以釐清 我們現在基隆市政府 到底面臨了什麼施政疑問 三海公民拆糧行動 團體領先人戴景安 親自簽下 同意參加電視罷免說明會 針對市政府覺得跟Net之間 他們是四連勝 認為罷免理由不成立 拆糧團體這樣回應 市政府這邊的眼光相對狹隘一點 因為光是我們提出的罷免理由 就是不只那個所謂的行政 行政程序不正義這件事情 那關於東安這件事情 我們一直以來提出的就是 程序問題這件事情 而不是產權 我相信任何有經營過 所謂的OT案的話 都會明白T的那個意思是什麼 而不是一直以弄我們的基隆市民 說市產 這是市產或是什麼樣的產權的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從一開始就不成立了 針對國民黨議員說 罷免案要花上2500萬元 認為是在浪費納稅前 拆糧團體正面回應 我覺得2500萬這個說法 是有點倒映為果的 因為如果市府團隊 從一開始就願意來解釋民眾的訴求 那這半年來有很多的機會可以解釋 那就不會到最後的罷免的成立 那相對於2500萬來講的話 我們把市府的所有花費一致裂開 會發現2500萬只是九牛一毛而已 拆糧團體強調 市政府應該正面回應罷免團體 提出了疑問 提出更有力的證據 而不是操作成政黨對立 記者黃紹明結容報導 立委林佩祥到台北車站發文宣的舉動 被市議員張之豪質疑 是準備為市長謝國良被罷免後的市長 改選鋪路 我們只希望林佩祥委員 能夠吃相優雅一點 讓謝國良市長好好的做 那現在他的這樣子的動作 確實是都讓大家為他感到捏了把冷汗 那也希望說佩祥委員可以緩一緩 讓謝國良市長一路做下去 強納身有一天會是你的 但不是現在 對此立委林佩祥也回籍在基隆市議會 時期的老同事張之豪議員表示 佩祥在市議員時期就一直在車站 關心通勤族的問題盡全力協助改善解決 反而是張之豪議員如果想要為補選市長 或是補選立委做準備 他都祝福 也鼓勵張之豪在黨內初選時要多加油 志豪他想選市長 他想去參加補選 不管是市長補選也好 還是立委補選也好 我祝福他 我們當然祝福他 人有上盡心是好事 但是也一定是心有所想 才言有所見 那我給予高度的祝福 那至於說我自己的態度 我是把現在我最關心的事情 我們風情處的權益好好護好 對我來講是最重要的 那我相信努力會說話 我相信成績會說話 我相信我的想法 我的服務 我的陪伴 會給予我們 會實質上幫助到我們基隆市的市民們 不過佩翔有信心 市長謝國良不會被罷掉 我對國良有信心 可是我也不能阻止志豪去爭取 這次任何更上一層樓的機會 畢竟他也有 他如果要更上一層樓的話 他也要經過黨內很多激烈的競爭 而我祝福他 高度祝福 因為他自己在黨內也要很加油 林佩翔委員好像真的很喜歡去揣測這些有的沒的事情 但對我們來說 我們市議員 敬好建築市政的工作 就是天經地義 那我們也會在每一天都把這個工作做好做滿 記者吳俊松張啟騰採訪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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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